有多高兴,这有多难过 业主爆料称,在2月份的时候 有上百名业主聚集在清远接照业城市广场的路口进行维权 据介绍,接照业广场的业主表示 去年年底他们已经进行过一次维权活动 然而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 先总结一下他们的诉求是 华斯副学校的建设以及开学的问题 部分船馆购房的业主至今没能往前或者是签下来不能备案 一二七三四栋的业主已经交楼了 但是阳气没有通,无法入住 其实以上都是小问题的 又不是烂尾,凑合点注还是没有问题的 十至今日,该楼盘至少有上百名业主的适龄孩子急需入学 但是到目前为止,华斯副的学校并没有入期开建 仍然是黄土一片 根据公事,学校预计在2022年9月开学 然而,自学校奠基之日起,2020年的12月至今 学校规划用地仍然没有动工 接照业城市广场项目是作为林广片区的大盘 自开盘以来,华斯副学校这个优质教育配套 吸引了众多的广州业主 如今,该项目未能兑现此前的承诺 众多业主表示受到了欺骗 认为该项目是属于违法、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 但是话说回来 众所周知,接照业已经是连续暴力了两次 你们这些业主买房之前没有做好功课的吗? 人家广州接照业一号的业主们 从房价2万涨到20万还在等交付 据估计,清远这批业主一定会在房子设计连线内完善配套的 这个佳照业城市广场 项目是位于清远市清城区龙堂镇广青新城核心区 广青高速银展出口执行5公里 总占地面积343749平方米 曾经的佳照业广场是因为区域优势明显 受到广青购房者的青睐 它的广告宣称在长龙边 但是长龙都烂围了6年了 清贵旁其实也不在旁边 应该也有6-7公里 一度凭借熬元的销售成绩 被评为2021年的区域人气大盘 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 该项目就开始频繁降价 甚至出现四字头起的房源 由此吸引了一大波客人 很复杂的告诉你们 去年买清元基本都过完 如今腰砍 卖出去全靠市运气 没有学校地段也不行 也就是一堆废铁 钢筋水利垃圾 把别人骗进来 害了多少清元本地人买不起房子 拿着3000块的工资 看着9000块的房价 这个楼盘叫做典型的 叫你买的时候 什么都好 什么都有 买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 太极退手 少得淋漓禁忌 吹牛逼是不违法的 这样子也不怪发展上 因为在几年前 长龙计划在这里 埋下了地雷 靠着概念 割了广州的一波韭菜 推高了当地房价 虎头蛇尾的收工 开发商也被套路在这里 正当新闻报道 全国法派房约160万套的时候 广州法派房刮牌已经超过1.6万套 在一线城市当中是最多的一个 清元长龙 在这时候选择了躺平烂尾 在2014年 长龙正式落户清元龙塘镇的银展村 距离广州花都约30公里 投资500亿 比上海迪士尼的340亿还要高 是清元市的一个一号旅游项目 熬了终于7年 项目不断的跳票 反倒是带换了当地的房地产市场 长龙板块的房价 从当初的三只头涨到万元出头 如今却面临着回归大自然 按照建设的规划来算 清元长龙 占地面积将近有9万亩 相当于是9个攀鱼长龙 接近两个澳门 超过半个天河区 然而规模如此庞大的一个顶级乐园 自从2015年 动工建设以来 却进展不太顺利 动工三年之后 详细的归供才三三来持 周边的商业用地 屡昭流派 停工烂尾等消息 十有全出 截止到2019年末 清元长龙的项目 累计完成的实际投资额 不超过37亿元 就加上今年的4亿的规划投资 也远低于当初所称的 总投资超过500亿 更夸张的更是地价 更是地价 根据清元市国土资源局的资料显示 2015年至2018年 这三年间 长龙板块的基准地价上涨了804% 同样时段 名跑传适 2018年的1月到6月 合富辉王在清元在寿的项目 成交客户中 百分之58为广州客户 而其中占近80%选择了广青交界 总结来说 这也不算骗人的 有知诚人爆料 每天都看到大量的旅游巴士进出 说是把猴子放进去的 先把动物养大 才让游客进去 故事都是别人讲的 终于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来 你会选择买这里吗